在臺南市摩托分局六甲分組所 這裡有民眾報案說 火車撞到路邊的電報條 國庭院才發現說 約有另外一台火車 兩台車 其實都載到這個營建的火器部 接下來就隨同報這個環保局 還發現說這兩位書記 他們載到這營建的火器部 想到歐白台 十三號新入四客 這台大火車 在臺南市六甲駕 一處偏偏的飛溫 沒有事情去撞到電火條 經過民眾報案之後 警方到處才發現 還有另外一台大火車 不過兩台車都載到營建的分析末 馬上就通報環保局到現場來掛詐 發現兩輛貨運一營車後 車斗載運物品 疑似迴禁廢棄物 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環境保護局人員 到場查處 環保局另外來到現場 發現兩台大火車 是來自廟立到人家 他是要探討晚上到現場 來到飛發純約飛溫 但是因為路燒不熟 沒洗離去撞到電火條 兩台車也都沒有 客遊純約飛溫的三行丸 以及處理地點 正面的東西 很順利後是違反飛溫 清理法由麻豆分教 六甲分助所 以送地檢視來進班 發現兩台大火車的司機 都沒有攜帶隨車證明文件 而且他半夜 在這個非常偏僻的地方 相當的有這個要棄制的意圖 但是詳細要追問他們實際的來源 他們都推說不清楚 過去都是先去用 倒閃不熟 協佈了這麼追殺 這處算因為輸機 路燒不熟悉抓到 對處 當時閃不熟 也強調對於這種的氣體 行為 都會嚴格來認定 豬油獲借 不可以生存 不可以生存 繼續政府不但不得